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像一个警觉的守望者时刻警惕潜在的威胁一样 我们也必须保持警醒 留意基督即将再来的迹象 守望者的一个引人入胜的特点是 守望者有许多不同的角色 而这些角色都同样重要 在古时候 守望者负责保护城镇和军营 免遭敌人的突袭 以及其他潜在的危险 城墙上的守望者会观察是否有信实 危险 军队或使节接近 在撒末尔记下十八章记载 我们得知大卫坐在两门之间 守望者上了城门楼 局目观看 借有一个人独自跑来 守望者就呼叫告诉王 王说 他若独自一人 必有口信 那信实跑得很快 来到王前 守望者的职责就是时刻保持警觉 向远处眺望 观察 等待 始终保持清醒 守望者作为哨兵 防范任何危险 在我们自己的属灵生活中 每个基督徒都担负着守望者的角色 我们要根据上帝的话语 观察 评估 并审视自己的生活 我们要守护我们的眼 耳和心门 防止罪恶 邪恶和魔鬼的威胁 我们也要做自己内心欲望和情感的守望者 如今 作为生活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时代的上帝的儿女 我们必须防备的一件事就是恐惧的灵 世人对许多事情充满恐惧 新兴疫情的威胁 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 圣经警告我们将有战争和战争的风声 当我们亲眼看到圣经的预言应验时 我们可能会感到困惑 甚至会提出问题 比如这会对我生活的国家产生什么影响 或者这会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 对于一些人来说 他们面临的挑战是经济不确定性 无论是个人的财务问题 还是国家经济的不稳定 在世界的某些地区 基督徒因信仰基督而遭受逼迫 他们可能会想 我还能忍受多久 或主啊 我还能忍受多少 我相信 在这些幕后的日子 在我们七眼目睹圣经预言应验的时候 圣经给了我们五条命令 来帮助我们应对 第一条命令是要警醒 因为基督快要来了 马太福音24章42节说 因此你们要警醒 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哪一天来到 当你生活在不确定的时代 生活在恐惧的日子里 生活在圣经预言应验的时期 并且看到世界各地冲突增多 瘟疫流行 人们的爱心渐渐冷淡时 重要的是要保持警醒 因为你不知道 你们的主何时到来 我们可能无法得到 所有问题的答案 也没有详细的路线图 告诉我们该做什么 如何做 但总的来说 我们必须记住 最终我们的焦点 应当放在一个地方 那就是耶稣基督 如果你专注于这个世界 你会忧虑负重 心中充满焦虑 但当你专注于耶稣时 你会看到世界的动荡 但你心里却不会被搅扰 第二条命令是要警醒祷告 免得陷入试探 马太福音26章41节说 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软弱了 我们被鼓励要警醒祷告 这样我们就不会陷入试探 很多人认为 试探只与性方面有关 但实际上 人们可以在许多方面被试探 有些人为了个人的私利 会陷入说谎和偷窃的试探 有些人会被酗酒的试探诱惑 还有些人会陷入搬弄是非的试探 但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防备跟随那些 只讨人喜欢的福音的试探 在末后的日子里会有迷惑 而这种迷惑会诱惑许多人 因为他们会被告诉一种 让自己感觉良好的福音 而不是引导他们悔改的福音 要小心别被试探所迷惑 第三条命令是警醒祷告 能逃避这一切将要临到的灾难 路加福音21章36节说 你们要时刻精心祷告 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将要发生的事 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耶稣对门徒说这些话时 是在警告他们将来地上要发生的可怕事情 那些能够逃脱上帝的愤怒的人 正是那些信靠并将信心寄托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人 但要做到这一点 你必须时常请行祷告 第四条命令是要殷勤并在祷告上有节制 彼得前书四章七节说 万物的结局尽了 所以你们要谨慎自首 谨慎祷告 在这个背景下 谨慎自首意味着严肃 换句话说 作为信徒 我们应当小心如何生活 因为我们的选择会影响我们的清醒能力 保持节制 以便我们可以认真祷告 我相信这里彼得 也在对那些因耶稣的名而受苦的信徒们说话 他鼓励他们万物的结局尽了 第五条也是最后一条命令 是要保持使命的清晰 提摩太后书四章五节说 你却要凡事谨慎 忍受苦难 做传道的功夫 尽你的职份 世界有许多不同的声音 有些来自上帝 有些则不然 而这些声音会混淆你的思路 污染你的心灵 然而上帝的话语 呼召我们在任何情况下 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你可以通过做一件事来实现这一点 那就是专注于基督 并为他的荣耀而做一切事情 当越来越多的人提出 诸如我们是否生活在末后的日子 或者这是否是世界的终结值的问题时 我鼓励你做一件事 确保你与耶稣基督 有个人的关系 是的 由于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件是好的 但我们生活的重点 应该是 确保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是良好的 无论这些是否是末后的日子 还是第十一小时 你和我作为信徒 必须确保我们的焦点 只在耶稣基督身上 我们应该专注于那位道路 真理和生命的主 就是耶稣基督 他明确说过 若不借着他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让我与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在地狱的深处 魔鬼和他的众鬼一起商讨 如何阻止福音传给世人 他们制定了一个计划 想要让尽可能多的人 分散注意力 忽视真理 一个魔鬼提议告诉世人 没有上帝存在 魔鬼思考了一下 拒绝了这个建议 因为有太多证据证明 上帝的存在 另一个魔鬼建议 我们可以告诉世人 耶稣基督不存在 但魔鬼指出 关于耶稣的存在 也有很多证据 然后第三个魔鬼建议 告诉人们没有永恒 但魔鬼认为 这也不会产生 足够强大的影响 最终 他们决定告诉人们 这样一个信息 你有时间 你有时间悔改 所以继续犯罪吧 你可以稍后再与上帝和好 这个谎言 使许多人误入歧途 导致一些教会 不再传讲悔改的信息 他们不再谈论地狱的现实 只谈论天堂 传讲一种 不冷不热的福音 然而 亲爱的听众 你没有时间了 我们不知道 明天会发生什么 我曾听过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 一生都是无神论者 不相信上帝的存在 直到他被诊断出 患有绝症 在他生命的最后关头 医生告诉他的妻子 要做好最坏的准备 他的妻子再次向他提出了 关于死后生命的问题 劝他在最后时刻 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救主 这样 如果他被上帝接走 他会去天堂与主同在 感谢上帝 他在那天晚上 接受了耶稣基督 为他的救主 并像耶稣 在十字架上 旁边的强盗一样 他得救并去了天堂 然而 并非每个人 都有同样的结局 因此 你必须时刻准备好 时刻与上帝 保持正确的关系 有一个古老的预言 发生在特洛伊战争期间 这就是著名的 特洛伊木马故事 特洛伊战争 大约发生在 公元前12世纪 希腊人试图攻占特洛伊 但在那个时代 进入一座城市非常困难 因为几乎每座城市 都被巨大的城墙包围着 为了进入这座城市 希腊人制作了一个 巨大的木马 这个木马是空心的 能够容纳希腊士兵 藏在里面 他们将木马作为礼物 献给特洛伊城 特洛伊人接受了木马 并将其带入了 特洛伊城内 几个小时后 隐藏在木马中的 希腊士兵 在夜间出来 攻占了特洛伊城 对特洛伊人来说 原本看起来 是好事的木马 最终导致了 他们的灭亡 撒旦在我们的生活中 也会这样行事 他会利用那些 看似良好或中性的事物 实际上这些东西 有时是撒旦设计好的 特洛伊木马 最终引向我们的堕落 当我们想到撒旦的工作时 通常会认为 他直接引诱我们犯罪 我们认为 他会直接引诱 我们骄傲 或陷入性道德败坏中 实际上 撒旦比这更狡猾 他会将一件事物 包装成看起来很好 而实际上 最终会导致我们的堕落 在创世纪中 我们从一开始 就看到了这种伎俩 上帝给了亚当和夏娃 一条规矩 就是不要吃 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然而 撒旦试图欺骗他们 吃这树上的果子 撒旦并没有说 吃这树上的果子 就可以加入黑暗势力 或者吃这果子 让你变得像我一样邪恶 他把吃果子 说成是一件好事 创世纪三章四至五节说 蛇对女人说 你们不一定死 因为上帝知道 你们吃的日子 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便如上帝 能知道善恶 他把果子描述为 能让他们眼睛明亮的礼物 作为能让他们 像上帝一样的礼物 他把犯罪描述为 能带来生命的事 然而 当亚当和夏娃 吃了这果子后 他们被赶出了伊甸园 撒旦会把坏事 装扮成特洛伊木马 让我们误以为 它是一个好礼物 撒旦不仅会把坏事 伪装成好事 他还会利用好事 来引发坏事 撒旦经常以好事的形式 进入我们的生活 比如某种爱 好或活动 比如 也许你和同事 约好共计午餐 这并不是坏事 事实上 这可能是一件好事 然而 撒旦可能会利用这种 男女同事之间的 午餐时间 引发邪恶 这可能为通奸 打开大门 虽然两个人 一起吃午饭 并没有什么不对 但撒旦可能会 借此施行 他的邪恶计划 撒旦也会同样 利用娱乐 上帝允许我们 制作电影和音乐 是为了引导我们 敬拜他 观看电影和听音乐 本身没有问题 然而 带有性挑逗内容的电影 或带有挑逗歌词的音乐 可能会为色情 或性道德败坏 打开大门 撒旦会把电影和音乐 装扮成特洛伊木马 但一旦 我们让他进了我们的生活 他就会发起攻击 我们常犯的一个错误 是把好事 变成了取代上帝的事 那些应该只属于 上帝的时间和地位 我们把上帝创造的好东西 提升到了取代上帝的位置 当我们这样做时 撒旦就赢得了胜利 比如 交朋友是件好事 上帝造我们 使我们会渴望关系 这是上帝给的好礼物 问题在于 当我们把这件好事 变成了终极的事 并取代了上帝的地位 当我们把原本应该是 与上帝建立亲密关系的时间 越来越多地花费在其他事情上 比如与朋友或其他活动上时 我们就把这些好事 放在了比上帝更重要的位置 这种行为 是把这些好事 当作了生活中的终极事物 取代了上帝 在我们心中的首要地位 这些好事就变成了偶像 占据了上帝 本应在我们生活中的位置 另一个例子是食物 食物是上帝四下的好礼物 然而我们不应过度饮食 虽然有特定的时刻 是为节庆所预留的 但我们的生活方式 不应是长期过度饮食 当我们不断过度饮食时 我们就是在把上帝为好的 目的所赐的东西 用作恶的途径 这时看时 撒旦对此感到满意 因为他的特洛伊木马奏效了 计算机软件 在二十世纪开始开发 与此同时 人们创造了攻击这些软件的计算机病毒 这些病毒常被称为特洛伊木马 这些病毒看起来像是属于软件的一部分 但最终会攻击软件并试图摧毁它 特洛伊木马会破坏或干扰编程 或试图窃取个人信息 撒旦也在试图对你的生活做同样的事情 他正在把特洛伊木马 伪装成上帝赐下的好礼物 实际上 这会引发你的罪恶 有时 撒旦会把某些看似无害的东西伪装起来 他可能会把罪伪装成无害的事物 但最终这些东西 直接来自地狱的深渊 目的是为了毁灭你 因此我们必须时刻警惕 准备好面对这些攻击 如果特洛伊人在把特洛伊木马 带入城墙之前 仔细调查一下 他们会发现 藏在里面的希腊士兵 从而阻止城市的毁灭 我们应当从特洛伊城的教训中 吸取教训 时刻保持警惕 防止撒旦毁坏我们的生命 亲爱的朋友 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被这个所触动 请考虑赞助我们的事工 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分享我们的影片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与平安 常伴你左右 请不吝点赞助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助我们的频道